好,菩提心耀 那我们再来请教大天兄,那什么叫做热呢? 好,我们上一片里面我们已经把苦、热的经理讲完了嘛 菩提也讲完了嘛 然后我们这一片就来开始讲什么叫热 热的话我们简单讲,我们还是有三点来讲它 第三点我们还是先把结论来讲 让大家就知道什么叫热 我们这先讲结论就是用我们平常人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的话语来解释它 简单讲,什么叫热呢? 内心平静,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 就剑刺的得到这个快乐 这个是用白话讲 如果叫引经句点或者经典来源的时候 那可能也要请各位去参考一下 唯事无尽 法相中唯事 万法唯事 没有境界的问题 所以叫做唯事无尽 法相中的唯事论 这些深入的内容 我们将来在那个石牛图中的时候 石牛茶,我们喝石牛茶 来做说明 这边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们现在所喝的叫做菩提茶 我们这边现在是用最简要的方式来说明它 其实以后比较深入的内容 要在石牛图 石牛茶里面 来叙述 这是我们目前做不得已的做法 其实本来就一开始就要做石牛茶 可是呢 因为这边牵扯到 做这样一个专案的话 我们的看法 那个研究的经费 开办的经费一下子要700万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钱 我们现在就托法允师兄的福报 他有办法做一个免费的网站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土法链钢 就地生根 落地生根 就地生根 有多少人出钱出力 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推 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样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下这个说明 好底下我讲总共三点 结论我已经先讲完了 那第一点我先讲什么叫乐 乐的话 我现在引用的是那个经典的原意 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常乐我敬 常乐我敬 这个各位自己去参考经典 我不再去说 我也说不过那些主书大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本弥陀经里面 它的标题本身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什么叫乐 内容意思也是请各位去看 静空脑上为这个就是静空脑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 那简单讲经典的意思是这样子 庄严清净平等绝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我刚刚就说过了 专业的注解请大家去看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 这在佛法的定义 乐跟我们平常是 佛法所讲的乐 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乐 等一下我们讲苦乐种类的时候 各位我再细说就各位就会知道 这里面是我们不要文络络的意思 在文字圈里文字圈里面打转 所以这就告一段 然后我底下来讲一个 我以前三十年前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我去上班到基隆港港边 那边有个观音亭 基隆港旁边有个观音亭 对联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 莫将佛法容易看 不要把佛经当人情来送人家 要来讲一下给你听 观音亭的对联 上年 当时我的国学程度一看就懂了 可是夏年呢 我八十年到新年算是 你看八十年今天我那时候 民国八十年嘛 现在一一三年三十年以后才真的懂 那我再叙述一下 他的上年是这样 江中建柯千梢 巨事虚于幻梦 江里面就是那基隆港里面 很多船来来去去啊 都是梦幻泡影一场 这不难啊 这是文学的境界啊 再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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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红尘就是苦啊 所以不难 这就 这稍微有点 国文程度一看就懂 好 底下那一句 那一句就难了 我个人当然 我算是顿根嘛 不过 假如我不研究佛学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懂 题外风波万丈 南汉不动禅心 黄坡地以外啊 那个风浪很大啊 风浪很大啊 所以说 所以叫做 题外风波万丈啊 你没办法撼动你这个正如本性啊 禅心就讲正如本性啊 我现在有办法跟各位讲 就是说正如本性 我三十年前 哪有什么叫 什么叫正如本性 某子一样啦 然后现在还真的 真的是懂哦 什么叫禅心哦 那这什么 佛学也很难懂 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要入的禅 你懂的禅了 你才会真正的快乐 那底下我们会讲 这个快乐是有层次的啦 佛法难就难在这边啦 可是你这样悟到这念心以后 你就会开始得到 你就清 星云大师用最白的话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那个快乐是 他把它叫奇妙事件 这里面是有语病的 那其实那不是奇妙的世界 那是奇妙的法界 应该讲 严格讲 精确的讲是这样子 我们在上一篇里面 有跟各位提到一点 什么叫法界跟世界的问题了 星云大师的伟大跟他的平易近人 也在这里 他为了让大家 他假如奇妙的法界 又要文字像 大家又要投上安头 又一文解义 又费了很大功夫 清妙的大学高中 那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其实呢 那里面在禅定来讲有四十个位阶 在智慧来讲有二十个位阶 好那我这边就把它讲完 所以何谓乐 我们把这三点就把它讲完 我再把这个结论稍微讲一下 这个乐我们就把它定义就成这样 内心平静 不受外界的干燥 就慢慢得到快乐 这里面的精华跟 那个原理 宇宙的真相在哪里呢 在法相中的唯事论 里面唯事无尽 这是专业 留给上根利器 佛法很有本身 照样去研究 底下我们就开始讲苦乐的种类 好那这一个部分呢 这个所谓的乐 大田兄指出大本密陀金 所谓大本密陀金 一般来讲有一个叫做 我们密陀金有三本的小密陀金 阿密陀本院金 然后接下来就是官 无量寿金 然后还有一个是无量寿金 那大本密陀金所谓的无量寿金 那这个 大田兄也举了我们基隆港边的观念庭的这个对联 为我们阐释 就是他心里面啊 30年前跟30年后 哇一个学习啊 30年了解一句诗 那真的是人啊 在学习的这过程中 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意境 所以我很努力学习在这个 佛法里面 那在30年后我们总算 能够有一点点心得 来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来分享 那 我们现在在推出的这个菩提心药里面呢 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课程 最重要的 我们不是一本金一本金讲 我们等于说融会贯通的来 把我们在佛学里面的这个心得 让各位很因为有时候 一本金一变金的读 因为又是文言文 然后还要再找解释 不是说这样读不好 但是他非常的 时间要非常的长 那我跟大田兄在15年前 开始对佛经的这个深入 开始要来学习 当然我从开始归于我的师父这个 学习佛法之后呢 到这个比较有时间的时候 就开始从楞严开始 那我们就知道佛法的学习 它是非常要有非常长的 时间跟福德之量 跟善根 跟善之事 所以说所谓的五项剧组 在这个写生秘境里面所讲的这个五项剧组 所以说这个我们从这边得到想要把我们这么久 学习的这个心得来跟各位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听众来分享 但是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法 需要更多的人来了解 需要能够传播了更多人在学习佛法里面 他能够得到这个不用再 再发挥个20年30年 大家都能够从这个里面 那到林兄发心 他要把他这个 所学习的这个心得来跟各位共享 我想这样的发心 很值得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 来整个在这个佛法的这个 当然很多人在推出佛法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发心 也希望得到各位的赞助 然后一起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中 能够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能够更深入 浅出的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谈谈 那苦乐的种类 那我们知道这个上面所谈到的苦跟乐 那他到底又从哪些 到底又从哪些种类里面来为我们讲解呢 好 底下苦乐种类 跟各位卖一个关子 也故意跟各位卖弄一下 这个苦乐种类我底下讲三点 你就知道 我所谓的苦乐的种类 就不是我们一般凡乎或是世间法的苦乐的种类了 为什么 这是从佛法的观点才开始进入 我们这个主题 我们叫离苦得乐从何下手啊 我们不是 当然是要从我们的 凡乎熟知里面的世间的苦恼里面来解脱嘛 可是呢 你要能够振动 你没有进入世间出事法 是不可能的啦 可以这么说啦 你一直在苦上找苦 乐上优仔 再去给自己另外一种刺激而已啊 所以现在我先跟你讲 底下三点 先看标题 你就知道 你从这边 我们这次抛砖引玉而已啊 或者另外一个叫引蛇出洞 内容里面 那就要看你 你真要对佛法 你要去下功夫啊 那我就 从这三个标题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第一个 从直观的观点 直观 从直观的观点 来看这个苦乐的种类 第二个 从本质 苦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从本质来看 第三个 它的本质里面又牵涉到菩提的问题 那菩提到底是什么等级 菩提是在学佛里面 一定有的内容 可是菩提本身 我们等一下用一个非常 我用白话去上一片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一下 佛法是非常简单的 虽然他非常深入 非常非常深奥难懂 可是通透了以后 三连两语就可以懂 所以我等下要把菩提等级 用我去所理解的跟大家分享 人家菩提菩提菩提 有这么难吗 没有吧 好 底下我就从第一点开始讲起 第一个 从直观的观点来看 从直观的观点 有三件事情 苦到底是什么 乐是什么 不苦不乐是什么 苦呢 这个是有点在这边卖弄的 请大家包含一下 这是所有学佛 尤其在中台 受过中台基本教育 到高级班以后 中级班一定都懂的 苦是什么呢 苦就是苦苦啊 当下就在受苦啊 苦本身就是苦苦啊 当下就在受苦 这叫苦 第二点 乐是什么呢 乐也是苦啊 为什么 乐会变动 乐有副作用 乐 世间法的乐 一定有外加因素啊 那就外加因素一定会变动的 所以乐一定会苦 一定有副作用 不苦不乐 不苦不乐 那中间 中间这种状态是怎么样 那是个行为啊 那个行本身也是苦啊 那个行呢 本身可能是无聊 可能是无忌啊 这三个苦乐跟不苦不乐 三个有个共同现象 周而复始 循环不语 专业的说法 沉住坏空 十二因缘里面 一直在那边转转转 累生累协里面 在那边转 从来没有厌力去 停下脚步 冷静下来 心情病下来观察这件事情 这个功夫叫做指观 指观里面 这个指观 天台中 指观讲得太深了 我们只用一个 袁洁灵里面 佛陀告诉我们指观的 非常简要的方法 那个指观里面 那里有单法门 副法门 总共有二十五个 二十五个法门 其实只有三件事情而已啊 指观 一个禅定而已啊 所以这深入内容 请各位去看 我刚刚讲的那些经典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不是在讲经说法 我们说过了 我们只在画容剪经 只在穿针引线而已 好 从指观的观点 我就要讲 报告到这边 这个指观啊 在这个解身命力间 有一个说法 指 就是没有分别影像 官 就是有分别的影像 然后 然后聚 成 就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 他两个都是在一起的 然后成成就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一起的 这个在十八个鱼穴分里面 这个解释密经的 这个米勒菩萨跟这个 米勒菩萨跟佛陀 他们两个在对照 所以指观啊 就是这种相应啊 在我们心里面这种相应 然后从指观 来了解苦乐 好 来了解苦乐 那从本质上看呢 大田就要怎么样来解释 从本质上来解释苦乐的种类 好 从本质上来看种类的时候 这个我们基本上就引用 引用楞严经 简单讲 就是引用佛陀本尊 所给我们下的定义 他讲了狂心顿蝎啊 狂心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平常 大家都有共同的体验 六个门头 你能念头一直在生生妹妹 生生妹妹 那就是狂心 你那个狂心 你自己不晓得就是苦 因为你也从来没想过去摆脱他 你只是借用别的 我去划船 我去看电影 用各种方式在摆脱他 提升他 升华他 或是封住他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他本质就是苦啊 所以佛陀讲的非常简要 狂心 你那个心是狂乱 不定 所以狂心就是苦 所以狂心顿蝎 你只要把这个狂心一停下来 他就会开始热 所以说 蝎吉菩提 可是蝎吉 一蝎有就开始热 可是还没有那么简单 蝎吉菩提 为什么蝎吉菩提 为什么蝎吉快乐呢 为什么不这样说呢 因为菩提 为什么菩提就是热呢 这里面有构成的 底下有构成的 蝎吉菩提 为什么 因为你懂得把它停下来 底下我们就讲 我先在这里 把底下要讲的菩提的定义 讲给大家听 菩提这两个字 佛法里面 菩萝、菩提、内盘 这些常常会碰到 可是所谓的共证菩提 原证菩提 说真的啦 我个人 我个人学了 我真正学佛花了15年 一直到这三两年来 总算对菩提里面 我自己把它下一个定义 随便举个例子 我十年前 十二年前开始读华严经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三次诸佛 成道成佛 一定在菩提树下 好奇怪的问题 好奇怪的问题 印度那边 他们的树叫菩提树 像孝人常常有些菩提树 那我们在台湾成佛怎么办 那蒙古那边他们没有树 他那边哪有什么菩提树 可是如果三次诸佛 应该在菩提树下成佛 其实我现在用一个非常简要的提供大家的参考 什么叫菩提 什么叫花菩提 各位可以当这参考 可是我现在认为 我现在能够抓住菩提 这两个真正意思是什么 三个字 动脑筋 动脑筋就是花菩提心 这么简单 各位可以参作一下 然后底下 因为底下要讲菩提的等级 为什么呢 因为苦恼的种类 会不会得到快乐 就是因为你这个菩提 你到底 你到底有没有 获得了这个菩提 讲一个犯中一个白话 你到底会不会动脑筋 谁不会动脑筋 哪一个人不会动脑筋 我把那个无常经 马明菩萨 告诉我们 马明菩萨 无常经里面作为一个总结论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生 最后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生死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总敬三宝尊 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三宝 就是为了得到菩提 为了菩提 菩提就可以快乐 我把最后一句背给大家听 生死迷移正成立 弦令出离至菩提 讲成白话 凡夫众生 不管你上至皇宫大臣 下到凡夫走出 你都是在生死沉沦 你一直在沉溺在苦海 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也不相信 你也不承认 就是因为你没有菩提 因为你不喜欢动脑筋 我现在讲你没有动脑筋 那马上有人会封我的嘴 马上打我的嘴巴 事实上你要是对佛法 这什么叫菩提 懂了 你自然就会承认他 这话不是我讲的 这是马平菩萨 总敬三宝尊里面的最后一句话 弦令出离至菩提 那这个菩提有几种 那就我们赞叹中台主书大的告明 那个菩提有几种 我们现在引用的 就是从他那边出来的 明心菩提 佛心菩提 花心菩提 佛心菩提 明心菩提 初到菩提 究竟菩提 在元洁经里面 一样有菩提 可是他讲了七个 前后两个 一个是凡乎 一个是如来 去掉 所以中间还一个 就是简单讲 一禅提 随缘 这个地方我不再去重塑它 因为我们现在重点是 我们就觉得 中台主书大德 他帮我们弄出来的 比那边更精确更容易懂 好 最后我现在用白话来讲 这五个 我用白话 用我所理解的 让你知道 这个菩提到底什么 所以你现在脑筋 会不会动脑筋 非常简单 什么叫花心菩提 我们每个人都有脑筋 每个人都有本觉 智慧本达 对吧 现在有一个题目 有个内容 专门在让你知道这些事情 这样就叫花心菩提 什么叫浮心菩提 没有人都有烦恼 没有人都有困扰 你要想办法把这些 押住 把它降伏 这样叫降伏 叫做浮心菩提 我们的真处本性 大家都有了 你把它弄明白 你把它简露出来 这种叫明心菩提 明白了明 初到菩提 初到菩提 跟究竟菩提 稍微要讲点专业 初到菩提 简单讲道的 菩萨未接 最精切的手法 华言经里面的 初到十地菩萨 或者到等觉 这十几章里面 这十几品里面 他所告诉你的那个剥弱智慧 才是真正的菩提 才是叫做初到菩提 尽量这用白话讲 菩萨 菩萨的菩提 那究竟菩提 究竟就是一佛圣 就佛的菩提了 好 所以这样说 这个不难吧 好 那 我们了解了苦乐的种类之后呢 那 大天兄也跟我们 从子观的方面来讲 然后从本质的方面来讲 那也从菩提的这个等题上面 来分析 我们这些苦乐的种类 好 那我们这一边就到这边 好 那 这个 整体的这个课程呢 那我们等于说 在做一个 引领大家 更容易啊 在 除了个人 去读这些经书以外 学习以外 能够更融会贯通的运用 好 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OK 那要试骗 那要试骗 好